祈祷也需要勇气 要有勇气横行地祈求上主 这样可能会疲惫不堪 但这才是祈祷 这才是向上主祈求恩宠 教宗方济各7月1日 在圣马尔大之家的弥撒讲道中如此强调 教宗讲解了当天读经中 亚巴郎为救索多玛城而恳求上主的事迹 他表示 不仅在宣讲福音时需要勇气 祈祷时也需要勇气 教宗说 亚巴郎勇敢地向上主祈求恩典 这似乎有些可笑 可笑是因为亚巴郎 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与上主说话 他用的是这种勇气 人们不知道眼前这位是个祈祷的人 还是个斐吉尼商人 因为他一直讨价还价 坚持不懈 从50人减到10人 上主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他知道只有一个义人 那就是亚巴郎的侄子罗特 教宗接着说 圣女德雷萨称祈祷 是与上主谈判 而这位与天主密切交往了25年的亚巴郎 敢于坚持 甚至在上主面前显得不得体 教宗方基各最后说 祈祷是在我们所拥有的美好事物上 赞美天主 恳求他赐给我们这些美好事物 因此教宗提议用圣勇102篇赞美天主 我的灵魂请向上主赞颂 向上主说 你是宽恕仁慈的 你为我主持公道 让我们在祈祷中 怀着这些源自天主的美德不断前进 这些源自天主的美德不断前进 我感谢我们这些源自天主要 就把他赐给我们的美德不断前进 在某备中的美德不断前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